语法十九同位语 一什么是同位语 在本课的绘画和课文中 有一些名词跟在另一些名词的后面 与它们同格对它们进行更具体 更清楚更完整的说明 这种句子成分叫做同位语 其前面的名词被称之为原位语 有一天晚上西沙尔走进同学西沙姆的宿舍 阿拉伯世界位于三大中亚洲非洲 欧洲的交汇处 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 从上述例句中可以看出同位语画直线部分 与其原位语画曲线部分同格 但在句子中原位语是主要的 同位语是一种次要句子成分 两者之间可以加冒号不能加任何连接虚词 二同位语的种类及具体用法 同位语可可以分为三种 一整体同位语 这种同位语实际上和原位语就是同一个实体 欧洲的同学西沙姆喜欢 收集地图 加西尔明白了这个句子 系主任谢利夫做了一个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习 一个不大却充满活力的习 这就是我亲爱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整体同位语的作用是更具体 更清楚的说明原位语 同位语和原位语一般不用同一个词 如果用同一个词 往往带有偏次或定语 深化原位语的含义 进一步阐明其确切内涵 二部分同位语 这种同位语本是原位语的一部分 我们互相关心 我读了这本书 读了一半 在阿拉伯世界有三条著名的河流 尼罗河 底格里斯河和 又 法拉底河 部分同位语与原位语在意义上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部分同位语中常常有一个归于原位语的代词 做他们之间的联系词 但在详述原位语的各部分时 同位语不需要代词做联系词 三 内含同位语 这种同位语不是原位语的直接组成部分 而是他的一种属性特点或特有的现象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喜欢这部电影的音乐 学生们认真地听老师的讲解 内含同位语 也需要和一个与原位语 姓术相一致的代此构成正片组合 以把同位语与原位语联系起来